我是70年代生人 当年一火车的人 大家就坐着那种简陋的位置 一起在唱着 带着在动机那种情怀 我觉得再也无法找回来了 我要去写这样热烈的一代人 他可以去追求 他想要追求的一切 我应该是第一批看到小说的人 我看完小说 我就跟许曼杰说 我说我相信小安 我就会在想 我很多台词是因为是马思春 我才敢那么写 最后一天 我要用北京大舍的喊出我的名字 说他很高兴 别人绝对言不出来 拍戏以来 年龄跨度最大的一次 从19岁演到将近50岁 过了一个人生一样 他的所有的心爱乐 都陪伴着我这两个月 我就是小安本人了 热烈 积极 冷静 我觉得是他三个阶段吧 他跳上椅子为其情所欢呼的那一刻 也是他打动其笑的那一刻 那样热烈的一个女孩子 一旦爱起来 该有多么的疯狂 他一路都是在跌跌撞撞 都为爱痴狂 都在劝说着自己想清醒 但是只要遇到奇笑他就会磨 就可能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出现这样一个人 你不见面的时候很理智 一见面了就小路乱撞了 对吧 他其实很上进的 他一直都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他也敢于告别 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 他是一次次面临决定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犹豫 就都不许 谁怎么来 四五十岁的爱然 他非常的冷静 让他走吧 甚至他女儿会觉得他是冷漠 高安心 但其实不是这样 只是说 他已经学会了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表达他自己 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去生存 完成了他自身的一个成长 这个成长 我觉得我希望看电影的观众 其实是可以看到当年的自己 《大约在冬季》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情怀 然后我相信每个人这辈子 都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爱 但是又不能在一起的人 这不是遗憾 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美好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在冬季中的社会上 但是又不能在一起的人 在冬季中的社会上 在冬季中的社会上